这一节我们讲一下矩阵计算中常用的一个技巧 就是分块 有些矩阵比较大 比较大的矩阵 或者说我做矩阵乘法的时候 它的接触不知道 比较模糊 就是我们一般习惯上 把一些大的矩阵 或者模糊的矩阵 分成一些小块 这些小块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用这些小块进行做运算 有时候可能是看起来非常清楚的 而且对于矩阵 特别是对于矩阵乘法来说 有时候分块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以后会经常用到这个技巧 所谓的分块 就是把一个大的矩阵 划分成一些小的矩阵 然后把每一个小的矩阵 都当成是一个数一样 进行一些运算 加法 成法 比如这个 这是一个四乘四的矩阵 还是比较大的 我可以随便分块 依我的意思 随便分 所谓的分块 实际上就是先把行 一共四行 分一下组 再把列分一下组 比如最简单的一个 我把行分成两组 把列也分成两组 这样我就把矩阵分成了四块 这一块是一个单位矩阵 二节的单位矩阵 这一块 这一块都是零 是零矩阵 这一块是一个矩阵 四个矩阵 这时候我可以写成A等于A1A2 零矩阵 A3A4 实际上它写成了四个小的矩阵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二乘二的矩阵 但实际上它不是二乘二 这是二十二的一个分块 直接所有的这里面都是块 特别的时候 我们碰到这种特殊矩阵的时候 直接可以把这个矩阵分块分的更加好看 写下直接写A2 A2就是单位的矩阵 这个位置可以写0 这是一个零矩阵 这个位置当然没有别的了 睡不着 这样有时候我们通过这种分式 分块的方式 有时候可以把一个没什么特殊的矩阵 变成了一些特殊矩阵的一些块组成 一些块组成 当然我也可以别的方式分 比如我可以把这样划分一段 这道不要 然后这个划分 我放在这 这个我也不要 我这样还是分成了四块 但这时候分你发现 左上角是一个I3 所以实际上我们把A分成一个I3 左上角 右上角是一个123 是一个块 我把它记成 B1 同样 左下角是三个零 可以写成零矩阵 右下角是一个4 这个矩阵是一个123 这样也相当于分了四块 但你还可以分成不止四块 比如质量到同时分 把列分成三列 可以把行分成三行 都是可以 可以随便分 我们下面来说一种 我们以后会经常碰到的方法 第一种外反 就是我把这个矩阵 行不分 所有的行都放在一起 列呢 把它分成四列 一二三四 四列分别分 行不分 这时候我们写成 A1 A2 A3 A4 就A1 A2 A3 A4 实际上就是A的每一列 每一个列都是一个向量 可以看成是一个列向量 或者说是一个4乘1的矩阵 也可以说是一个列向量 实际上我就把A写成了一堆的列向量 组成了一个分块矩阵 或者是要把它写成了向量的分块矩阵 但是这里加多少 不加多少 都可以 只要不混淆 就可以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列保时不分 行呢 把它分成四行 这种时候 写成B1 B2 B3 B4 这些B呢 也是一些分块矩阵 也是一些分块的矩阵的块 它实际上是一个行向量 它是1001这样一个行向量 也可以说它是一行 四列的一个矩阵 就是行向量 这种分法 把它写成列向量的形式 这是两种以后会 你会经常看到的 你的分法 这样写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矩阵 写成它的行向量 或者列向量的分块 以后会做一些运算的时候 会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看 具体看一下 这些分块以后 运算是不是可以像数一样 把这些分块当成数一样 做运算呢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来举个例子 一边举例子 一边把这几种运算说一下 假设 假设把A分成了分块的形式 为了这样分块不是那么特殊 假设一个两行三列的吧 注意这里的大A带两个下胶 不是代数一次诗 不是代数一次诗 只是我代表的一个分块 是一个小矩阵 A写成了这样的分块矩阵的形式 假设B也是这个形式 因为我待会要把A和B做加法 所以A和B的规模一定要一样 它分块的形式也要完全一样 加法 我待会要做加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做一个数成Ka Ka相当于K的每一个数都乘一个K 每一个元素都乘一个K 所以我可以把这种对元素的相乘 可以看成是对每一个分块都做一个数成 所以我可以写成Ka 也就是说数成我可以对分块进行 对每一个分块进行一个数成 也相当于对每一个分块里面的元素 相当于乘一个K 相当于对整个的大矩阵里面的每个元素都乘一个K 所以分块对于数成来说它是保持的 你可以把每一个分块当成一个数一样 直接乘一个K 好 我们来看一下加法 加法你显然要相加的话 必须他跟他相交 他跟他相交 要说每一个分块规模都要一样 也就是说A和B不仅贪然的规模 总体的规模要一样 而且它分法分的这些分块要完全一样 否则你不能相交了 这时候显然也可以把它相交 好 我省略了 这些第一项 最后一项 就是对应的分块相交 这时候要求AB的分块方式要完全一样 不仅总体的规模一样 行的分块方式和列的分块方式都要完全一样 才能相交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转质 把A做一下转质 是不是可以对分块进行转质呢 就是可不可以把分块当成数一下 直接转过来 等 A12 A13 可不可以把这些分块当成数一样 直接把航变成列 列变成航就可以了 不是 一定要注意 这只是把分块转到一个个儿 把分块内部还要转质 可以自己围看一下 实际上相当于把每一个分块都必须抓加一个转质 首先把分块当成数一样转过来把航变成列 完事以后再把每一个分块的内部再转一个质 这样才是整个原来大级转A 它的转质 看来分块对于数乘加法转质来说都是可行的 虽然转质稍微麻烦了一点 也是可行的 那么对于乘法呢 我们最主要的是为了分块是为了乘法 对于乘法 它跟这个分块会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待会讲一下乘法对于分块